他們兩個這樣的身份 都會跟著他們一輩子 小英總統在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號以後 他也叫卸任總統 那馬英九他是從二零一六之後 他叫卸任總統 所以這個沒有所謂 我認為他們去 無論去哪裡 這個是選民給他的 其實也是一種尊榮 這樣尊榮 就他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私人行程 去中國教室 我覺得沒有了 可能你在私人親感上 你說記住這個叫私人行程 但是你的一言一行 大家會去做一個比較 當馬英九總統 他前總統他去的時候 他自己下一個定義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都是在主張一中這個時候 其實歷史上就給他定位 定位就是說 他其實這個是在法律上 他去附和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忘記 在兩千零八年 馬英九前總統 他那時候是總統候選人 他出了個文宣裡面 他是公開明正言順的講 說臺灣的前途應該有兩千 就是臺灣人民自己做決定 其實這樣的主張 我在這裡也藉這個機會提醒馬前總統 他其實不是在兩千零八年當候選人時候講 或者他當選時候要講 他卸任的時候也應該記住這件事情 這是他跟臺灣人民的一個承諾 所以臺灣的前途 臺灣的命令是說 絕對不是在規定在這個所謂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 或者是何況他解釋兩國的憲法 坦白講也解釋不太對 而且憲法是為人民來服務的 就是我們先有 我們決定要成立一個國家 說我們定立一個憲法 不是我們有憲法之後 我們就是陷入那個泥澇裡面 所以臺灣現在重要就是 其實臺灣的前途的重要 其實根據在兩千零八年的馬英九 馬英九總統候選人那時候所說的 應該是集合大家的意志 共同往前走 可是馬前總統在對岸也直接講說 你看啊現在民進黨執政啊 那ECFA他也不敢廢啊 他就直接嗆說 你們就算再怎麼樣 再不滿 老共也不敢廢這些 ECFA其實它是一個架構 它是一個架構 它裡面應該要談的事情 是很多要去談的 這裡面就要去談的是 彼此要平等互惠尊嚴裡面去談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 我們兩岸都不談 兩邊都不談 我們也沒有說這件事情 所以馬前總統要去記住 他當初在就是在二零一三 應該是二零一三 就是反福茂的時候 那個是在ECFA裡面的架構裡面的 他那個福茂的談判裡面 很多行業 包括學生等等 認為這個是不妥的 所以才會導致三月的血因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架構底下 要該怎麼談 那個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馬英九前總統 他不要去一關一竿子打翻 就是說我們都不跟中國談 我們確實是要談 但是談的基礎點 一定是站在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平等的對等的 然後有尊嚴的方式下去談 這個才是對兩岸關係 才是一個健康正向的發展 OK 是剛剛同樣的來看 剛才趙好委員自己都也講說 其實大家一定會做比較 小燕總統到美國訪問 馬前總統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大家一定去做相關的比較 剛剛為什麼請到這奧委員說 包括那個中間妥協的藝術 我相信啦 小燕總統跟民進黨 包括不管賴富啦 或什麼 大家一定也都討論過說 那接下來該怎麼樣 因為不能我出去開心 然後結果後來回來 你的選舉掛了嘛 OK 但是相對來講 馬前總統跟國民黨之間 就大家有這樣聯合戰略的考量嗎 就他去包括講的話那個內容 是不是對國民黨會有什麼一些影響 除了他希望能破冰以外 也要讓國民黨不要擺在冰箱裡面 這些都有做相關的這些探討嗎 我坦白講 就是我們這個國民黨的民代 還有一些這個一些的支持者 當初聽到馬英九要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心裡面還是會有點緊張 會怕 第一個就是你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場景 第二個你不太清楚說 馬總統當中那邊會講什麼話 第三個不知道北京會什麼樣的反應 會不會有的時候 故意給你潑個冷水 會故意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然後呢變成國內來變成正式非常 你看這幾天包括綠營 有很多人就這樣 你看看國共聯手 對呀國共聯手 還有人說 如果他在大陸可以講中華民國 他去接機有沒有 他用獨拍下之後講這句話 那我歡迎明天下午 1點半去接機二航站 那所以顯然馬英九過去這時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做法 包括也講了中華民國 也講了民國史在那邊的情況 然後再來更也講了 這個九二共識 然後在上海也講EKFA 還用明南語講EKOWA 這樣子意思是說 意思他在這段時間之內 他該講的話也都講 我覺得他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一行 基本上我覺得有兩個有兩個意義啦 第一個把這個民國史 把他接起來 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蔡總統或是民進黨只講 中華民國在臺灣這七十年 這個部分 那過去的三十八年 好像就不見 中華民國這個在一九四九年 在臺灣突然出生的 那他去這段時間 包括去重慶南京等等的地方 把這個這個民國 實話民國史這一段 完全連接起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他在那邊 我覺得是幫我國民黨內部 對於未來競選期間的 所謂的九二共識的問題 大陸政治的問題 然後怎麼去釐清中華民國 跟一般的民眾交流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剛好就做一個定謀 OK 就OK 那就大家 我在這邊也講了九二共識是什麼 在那個武漢大學講了 武漢大學 雖然學生聽了 欸似懂非懂 但基本上在聽 嗯 然後在其他地方 在中共大陸這些宣傳系統 也沒有因為說他講了這些 然後出現反制 或是冷落 或是降低 降低接待 也都沒有發 也都沒有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馬來就幫國民黨 定了這個定了這個定謀 吃了一個定心環 這個定心環 那九二共識這個上上下下 變成一個可調整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這是他 思康你覺得在臺灣 接下來大家還真的 這麼認真會討論 我覺得不是討論九二共識的問題 我覺得討論的是 如何維持兩岸穩定的問題 OK 我覺得大家關鍵是兩岸如何維持穩定 因為我相信 不是九二共識 我覺得不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我一直在講九二共識是工具 他不是 他不是憲法 他是工具 你只要兩岸之間 比如說這個2016年初 他剛剛就任之初 那時候傳出九二歷史事實 大家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蔡總統那時候就職談話 這個 那時候北京第一時間裡面 給予給予肯定 給予正面肯定 但後來很可惜沒有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不管九二共識也好 如果九二歷史事實 或是兩岸基於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那是一個工具性的東西 你知道工具性大家維持 就是說用這個工具可以維持兩岸和平穩定 大家就用 所以我覺得大家討論是維持兩岸和平穩定 而不是九二共識 我覺得這樣就是說 你是要聊九二共識嗎 九二共識 回歸就是民國八十一年 就是三十一年前的事情 所以說對現在年輕人 就是說好 現在雖然是剛剛講說 這個是一個工具要維持 大家是我要維持兩岸之間的穩定 這個大家維持兩岸的穩定 這個沒有人反對 就沒有反對 但這個不是一廂情願 你認為九二共識是可以維持這件事情 我覺得九二共識 馬英九所講的其實跟中國講的是 姑且我們講不是叫負荷 但是至少是不一樣的 中國講的九二共識 就是你一再講之後 他就講說是一國兩制 沒有其他選項 所以你國民黨還是一直跳進去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選擇 我忍耐是選擇 你不要希望說你這個成為一個工具 就是變成兩岸的穩定 你這個工具在國內是不會被討論的 而且是他可能真正瞭解他 或是支持他的比例 就像冥鳳所講的不太百分之十 然後你期望用這個工具來維持兩岸的和平 或穩定 我覺得這個是原木求疑